拜登迎来当头一棒 美军基地再次预袭 七死十八伤的结局 美国最担忧的一幕发生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拜登迎来当头一棒 美军基地再预袭 七死十八伤 地狱模式开始 果然不出所料 美国的报复性袭击 不会发挥任何作用 反而让人看清了拜登的弱点 中东美军已经开启了地狱模式 2月4号晚间到5号凌晨 美国在叙利亚东部 奥马尔油田附近的 一座军事基地遇袭 这里是美军在叙利亚 最大的军事基地 常驻美军有数百人 在巴以冲突爆发后 经常遭遇抵抗阵线的火箭弹 无人机空袭 虽然不是第一次遇袭 但这次损失非常惨重 事后 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 宣布对此事负责 有一点很奇怪 在此次袭击事件报告的死伤数据中 被炸死的七名士兵 没有一个是美军 据说当时 有一群库尔德武装人员 在这座基地接受美军训练 袭击发生后 死伤的都是库尔德武装人员 美军并没有报告伤亡 这个伤亡情况有多少可信度 大家见仁见智 反正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这次空袭是美军报复后的反弹 摆明了就是奔着美军来的 不得不说 这是给拜登的当头一棒 意味着他深思熟虑后的报复行动 没有起到一丝一毫的威慑作用 中东美军的安全环境 没有因此得到任何改善 而接下来地狱模式即将开启 毫无疑问 延迟将近一周才对伊朗势力展开报复 为了避免冲突升级 还提前告知伊朗撤离 这是拜登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他以为自己这么做 是作为一个成熟的领导者 为了避免战争爆发 避免美国深陷中东泥潭 而做出的必要的妥协 殊不知此举直接暴露了 他最大的弱点 那就是惧怕战争 从巴以冲突爆发到现在 拜登政府的表现充满了矛盾 既表达了对以色列的全面支持 又在阿拉伯国家四处奔走斡旋 如此下来 不仅让以色列颇为不满 也无法赢得阿拉伯世界 与国际舆论的支持 搞得里外不是人 从拜登政府这种举其不定的立场中 伊朗敏锐地感知到了拜登内心的恐惧 于是在伊朗的授意下 抵抗阵线对美军基地肆意发泄怒火 导弹 无人机 火箭弹通通招待上 在本轮巴以冲突中 中东美军遭遇的袭击次数 已经逼近200次 即便遭受了如此高频率的袭击 美国的表现却仍然克制 甚至在被炸死三名美军后 依然没有失控 而是在确保不会打到伊朗的情况下 发起了报复行动 这种情况下 其他人要是还看不出拜登在怕什么 那就有点可笑了 伊朗克民兵组织发起 这次空袭就是一个最直接的信号 标志着美军在中东彻底失去了威慑力 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敌人越怕说明做的越对干就完事了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